讨论新秀例1910 他是胖子 他16.7有货 他说车子好像掉头上回 他问你觉得是不是呢 会不会再有一阵冲上去 因为看到一些 比如车子品股 在微股LVMH或者外玛士 近日都做得不错 其实都保持强 当然大家常常觉得 这些偏向车子品 好像都会受经济影响 但其实过去年龄好像没有影响 那些共同富裕对他影响大不大 反而你看到这些昂贵的车子品是价格 如果大家又买开发就知道 反而不是经济的影响 反而是因为虽然经济有影响 但一来都在复苏 二来始终因为疫情之下 根本上真的都没得到处走 那你够钱在这里的时间都想用 反而可能会令他买其他东西 所以对于这些销程反而是有刺激 相比过这两季的业绩 例如香港这一群也好 或者先看到外围的 例如LVMHD也好 全部的业绩都是强的 所以股价反应很正常的 因为你的业绩一强 那个股价值得是高的话 那股价就会上升了 那你说共同富裕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那我觉得其实反而又未必是太利胆 因为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对一些富豪 好像要贡献一些出来 但是那个所谓的贡献 其实又不是影响到他们真的 连食都生存不了 反而反而你帮了其他行业 带动整体经济上来 其实可能对这些消费股 零食股又不是一个差的事 所以我觉得不算是 当然不是说利好 但是我觉得还没主要说你胆 所以现阶段的走势 就是伸手力是强的 特别你看到过去 虽然曾经9月中后段 是调整过几棍 但是慢慢真的三排两步 都上得回来之余 都开始贴近到之前那些 18元流上的高位 当然暂时就未完全破了位 因为6月份那段最高18元左右 18元流上 那如果真的要破这些位 那才可以继续试回更高的位置 但如果17元有货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拿着它 那你可能短期订回离场位 当然你的价格不是买得特别低 如果你真的订回 其实我觉得是叫做平手位 因为刚刚的10天线都是17元左右 那变相如果一旦跌穿10天线 你便可能平手走一走 如果不穿就拿着它 才能让它继续破顶 或者所谓的房价值要比较好 是的 今早高位都18.2元 即都上过18元流上 是的 那么可以留意着 了